同學們,你們看到此地的資訊報道 各個地方的災難很頻繁 次數越來越多 傷害越來越大 那麼這個究竟是什麼原因? 一般人是很難明瞭的 佛在經上告訴我們 一報隨著正報轉 告訴我們 這是一切事實真相的根源 所以過去 善道大師 教導我們 一切要從真實心中做 我們在講堂裡面 研究討論這些大盡大論 佛常常跟我們講 相應之法 如果我們做得不相應 這個一陣都產生變態 驅鳥 就帶來了許許多多的災害 如果我們心形與信德相應 像現在華眼睛裡面所說的 大方光 大方光 如果與大方光相應 相應 那麼佛華眼的境界 自然就顯現在我們面前 如果我們心形與大方光相違背 那麼這個現象 就是非常忽略 不只是三途境界 這是我們應當要了解的 應當要明白的 世人受這些災難 一個真正的修行人 必定是承擔這個責任 不會把這個責任推卸出去 冤天有了 自己要認真、反省、檢討 我們自己做錯了 所以才有這種不善的果報現去 不要以為一個人的力量很有限 實在講 一個人的力量不可思議 問題是你有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相應的標準 我們有心想做 但是沒有做到 那個就不能轉境界了 自己有心、有怨、有心 情願、有心、有心、有心 行、有心、有心、有心 在乎何不少 意思完全相同 如果我们 居足相应之法 达到一定的 水准 竟随心转 对自己 对众生 都有真实的利益 世间人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比别人 清楚呢 英语里面常说 当局在谜 旁观在清 我们很难得 跳出当局这个圈子 作为一个旁观的人 旁观人 这个世间对我们来说 没有厉害 没有德实 所以我们看 比在剧里面人 他有厉害 他有德实 那当然就不一样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里面的 因缘果报 这里面 种种 变化 那么 那么 那么由此 就可以体会到 我们要想达到 修学的标准 纵然不能破 无法二之 也应当 将明文立扬 五欲六成 真正放下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佛法 到这个标准 业力 果报 就开始 转变 到转变现行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果的 所以正谷 修行正谷 也不是 很玄 很妙之四 也不是 高深莫测 佛在大经 常说 佛法是平等法的 并无奇特之处 人人都能够 起入这个境界 人人都能 赠得 这个果的 修正的人又多了 力量啊 就是要打 祝佛如来 慈悲加持 众生有难 佛就特别慈悲 为什么 佛里加持 环游这些 物理的现象 是我们这个地区 这个时代 修阴 齐国的人 太少了 所以这个加持 这个加持的力量啊 就有限 如果修阴 切国的人多 佛的加持 力量就特别显著 就特别大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我们同学 如果头脑冷静一点 细心地去观察 你能看到 然后晓得 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佛讲的是真的 你看看新加坡这个地区 和这个世界 其他国家地区 诸位冷静地来观察一下 德三宝力量加持 影形 就很清楚啊 这个地区 有黎沫园居室一帮人 他们发的是真诚信任 没有私心的 没有为自己 名利 没有为自己 享受 他得三宝加持 无形之中 也就带来 三宝加持 这一个地区 可见的哪个地方有真意修的人 真意修的人 这种感应道教 就不可遂 感动这个原理 就是真诚 就是诚在里 真诚心里面 所有这一切界限 都化解了 我们现在人家都突破了 其实不是突破 界限没有了 心不沉 这个界限 就就 变现出来了 所以界限并不是真的 是虚妄 是从妄想分别 执着里面 产生的 离开妄想分别 执着 那个心才叫诚心 所有一些界限 全部都化解了 所谓是一片真诚 一片慈悲 真诚心里面 居足万得万能 无量无边的灯能 都是互相融通的 所以华言里面 一记一切 一切 一切 这一 任何一法 都圆满 居足一切法 这些道理跟四十真相 佛在华言经里面 讲的特别的 远满 然后我们晓得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确确实实是变满了 社法五三级 不要认为我们动个念头 于是于别人没有影响 那你就错了 确实有影响 一个念头 严于动作 现在人讲的都有波 光波 音波 电波 磁场的波 都有波 波很多很多种 数值不尽 这个波动传 传的速度 有些慢 有些很快 但是 一定是随着心波 因为他这个根本 是心动 正如从前 六足大师 所说的 不是翻动 不是风动 人这心动 风帆是思想 思为什么会动呢 它有个根源 有个远离 那个离是心动 心造法界 心造宇宙 这个心动 这个事实 你没见到 如果你见到了 那在佛法叫 见到位 见到位在华言里面 是初度菩萨 你见到了 你体会到了 你领悟到了 它就起作用 这个起作用 我们通常 说的很清晰 你的思想 见解 改变 现代人说 你对宇宙人生 的看法 宇宙观 人生观 改变了 改变了 你容貌改变了 体质改变了 你对于生活环境种种感受 改变了 这个地方 大家也听清楚 并不是说 生活环境 这些四项上 有所改变 是你感受 改变了 到四项上 也有所改变 那这个近到位还不行 这个功力还不够 那么在这个华言经上说 到初地菩萨 这个境界就改变了 三行位 位的菩萨 感受改变了 这是真实的利益了 真实的受用 我们要想 得佛菩萨的加持 菩提道上 减少障碍 化解障碍 只有用真诚心 真诚心不能够现行 我们决定受业力的支配 我们这些人 过去未来 深深实实 脱离不了 业力的范围 业力不自在 业力 障碍 障碍 我们要想 迅速 摆脱 业力的干扰 业力的干扰 安静 平等 正确自卑 安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业力能敌虚迷 能伸大海 可是我们晓得 业力不是真实的 是虚妄的 从妄性里面是变现出来的 如果你能够离开绝望 回归到真实 再深再大的业力 也不能障碍 世间人也晓得 业力很重 总是想要消业障 但是 怎么消也消不了 不但消不了 业障还天天在增长 不懂方法了 不知道这个业障 要从根本消 根本就是要改变心理 要改变心理 不知道从根本 只从枝业上去做 是很难收到效果的 你把这个枝业掐断 过几天 它又生了 所以会修行的人 无论修学哪个宗派 无论修学什么法门 它懂得从根本修 根本是心地功夫 心地真诚 自然就表现在外面 对一切众生 真诚的关怀 真诚的爱护 真诚的协助 我活在这个世间 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为佛法 也不是为自己 生为众生 为佛法 死也为众生 也为佛法 没有自己 念念还为自己 你就没有办法 摆脱 业力的支配 你决定不能够超越 业力的范围 你就随意流转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你明白这个道理 一寻这个道理去修学 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有决定的成就 这一生当中 决定的不回空空 这就是善道大师教我们 一切从真实心中做 真实太重要了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拟力 共同努力 不为自己 为社会 为众生 帮助这个社会 安定 帮助众生 飘在免难 这是真正的慈悲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个地方 应当认真 努力的学习 一定要 寻规套取 这样才不辜负自己 不辜负佛陀 对我们的慈悲教诲 好 时间到了